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的对抗 首先是朱世克的发球 这场球应该会给观众带来一个 就很好的一个欣赏比赛 没错 也许这个整个的观赏性会比第一场更强一些 我觉得 而且这种销球大法现在是越来越 三角或者千志顿 但它很难成为一个主要得分的一个 一个正面 特别是在单打的 这个更加有优势一些 这个施拉格 那么意大利的 因为施拉格 那么施拉格又很巧 就是他的经常训练的对手 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以前国手 陈美兴 这个奥地利的选手 应该正常还能打 销球的能力是很薄弱的 那么真的是很不幸 一个是他撞到了一个 在欧洲打销球最好的一名 施拉格 所以他只能拿地 很稳健 我觉得他跑得好快 漂亮 其实他的一直特点就是 销的环节都不是很稳 反而抢攻是更凶一些 而朱师赫确实销得很稳 稳的同时他其实加强了攻凶 是 我们看到这个转手围攻 扭转的皮势 好似在讲 这个很大的干扰 他不能全身心地放到说 我去拉球这个环节上 他还随时防着朱师赫的进攻 那么同时朱师赫的进攻 那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 所以这球不是很好打 好 哇 防着真 漂亮 好 三领先 其实可以用孤若金刚这个词来形容 就是一个的白手萧球 你担却萧球不能是这种的 网绘蒙大 对 要是不够的耐心 对 他一定要使萧球在跑动得玩 他得靠自己打 好 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首先上来 好帅的发球 现在开始第一个就一个餐了 我觉得说朱师赫这个长年这个征战在墙 没错 包括他会预料到说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身上 我感觉到他出手那方没有说很自信的一本出手 哎呦 好 刚才其实这个第一局的比赛结束方方走下场的时候好像就是皱着眉头然后长出一口气就感觉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说好 所以有很好得分方法 好 他的应该是 比方说一定要把出手和调整起来 嗯 哎 像来打球 像萧球站在一位置上去打球 就是说不一定每一板都是发力气拉 但是路 刚才前面那个球 只出之后完全站在那里萧球的话 那你就好 所以就很难打 他会越销越赚 双方现在比分是交替上升5比4 哦 好的 攻防处理的还是比较不错 越迷的 回球的落点刚好到了诸葛正手的一个空当处 哇 我一定要很有耐心的 不要觉得是机会 其实每个球都不是机会 但他每个球都都是 好赚啊 是 比的这个比赛 真的是进行的非常的激烈 哦 合理的要求 合理的要求来使这个势头有所降低 哦 漂亮 哇 哇 所以韩国人他的步马啊是超快的 这球是他没有进攻之前我觉得他还要以为他要搓一板过来 哦 球员啊 也是很新的 马龙和延安 他这两个球确实超水平之下 转 这个是特别难练的 哦 转 就是头旋不是很转 哇 这个不是一个消失运动员 我猛的时候会觉得他的那种有主动的这种变现 对 像是一种公共球运动员的感觉 有准备的情况下就是主动的房子 啊 漂亮 好的 好 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 一比 听一听 马龙阁 会给好赛怎样的一些指点 对 这次看好赛后面怎么打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就是 看了 我找到了打 对付这个消球打法的这个办法 对 而且我觉得说他在出手中明显自信心叫第一局 哇 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调整一下球网 直撤的这个发球这一局可以调动 重发 我说依然是4比3领线 直接跌下去的角度 我看一下很好 掉下去了 对 这就是就是说这道远台之后的好帅在回球的落点上突然的一个变化 我们这个球其实好帅打也很成功 他冲在中间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了 其实朱世贺是一个非正式动作完成的球 没错 哇 哇 其实他现在在通这个球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就是如果他撑掉的球 其实这个 朱世贺先过去是很转的 他有连去拉下了 但是把他冲过去的时候是朱世贺属的一个被动防守的情况下 这球不是很转的 我觉得比分来到了6比9 老师这个 又一个参业 这样的话 我觉得今天那个 初词课的发挥啊 他在奥运会 前的时候发挥要好 挺神的 今天这有几个球打了 上台就OK了 上台就OK了 请不要随意走动 展示出我们顺着球迷的良好观赛素养 先来看看好帅的发球 你转来突然你的你自己的这个战术 好球 我真的是很配合他的跑动太快了 尤其是你这一板回的太长了 我真的是觉得他跑的太快了 就是说一种超水平的比赛 就有惊喜 这种都很熟悉 但是超水平可能都不足微光 对 好转 好转 太快了 低了 哎呦 讲说那个朱瑟赫的这个发挥 就目前来看的发挥 是比他在奥运会的时候还好 我记得在奥运会的时候 在讲朱瑟赫打球的时候 还觉得他会有一些无畏失误 但是今天给我的感觉是很少 带了很多惊喜 对 漂亮 哦呦 插网插边但是所有建立的是之前他每一版的销球都是很 那边这边5比3 呦 这里边5比3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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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球的动作呢 那球就已经刹过来了 好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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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比 究竟》 éta results 金 这个是关键的一点 这个是纯绪进口的中间位置 朱世荷只能是勉强侧身 咱们用侧拳来回击他 反手回击的话 那个球也是侧拳 这一个盘点啊 再来发球 这样了 我就得这么打 完整打下去 这一手抢的可能也是没有完全把握好 这样的话 比赛还是觉得好帅 偏激 耐心不够 这样的话 第二场的比赛 朱世荷是一3比1的局数 战胜好赛 现在大比赛方面 宇宙国队现在是2比0 领先正 大比赛 总统想点太难打